127月的128经 经的字都不多 杂汉经里面 中杂汉经就很多了 真理药也很多 杂汉经的经多数都不多 但是都是讲那个根本的道理 你把它展开来就很多了 所以经都会写很多的论 尤其是运香经里面 它就是讲简单的道理而已 就是直接 根本的道理 所以它这里讲 因为如实之 因为你如实之 知道怎么样 你有执着 那你知道这样的执着 是有过患的 因为执着有启犯 这个是有过患的 那你也知道这种过患 就是对你自己本身造成 直接利己 以及根本的伤害 那所以你一定要调伏它 你一定要远离这样的执着 这样的过患 那因为你如实之故 不贪喜色 不赞叹 不细着住 就好像你知道这种东西 虽然又便宜又营养 但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伤害 所以你连 虽然很好吃 虽然你以前也很喜欢吃 那你也觉得它味道很好 又很便宜 你又吃得起 甚至人家要送你吃 但是你知道 这个会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你就怎么样 不贪 不喜 不贪喜 不赞叹 不细作 你绝对不会吃得很好吃 很想吃 然后又一直想吃 吃了之后又跟你讲 哇 这个很好吃 你一定要去买来吃 不会去赞叹 那你也不会没有了吃 一直想要吃 一直想着哇 那个味道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深知其过患 就吃下和牙 就很简单 那所以你 这个过患的了解的深度 就决定你对这个境界的执着度 你想得不够深细 那么就好像 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 我们也很简单 这个很常见 两个人在谈恋爱 那么 这个我们假设说 那个男的不好 我们先举这个 当然有时候男的不好 有时候女的不好 好 那因为这个是现前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一些事 我就拿来讲 那这个女孩子本身是 第一个 她知识好 那么她的家庭也算有钱 然后她又年轻 她又年轻 然后她的工作也赚很多钱 但是她喜欢这个男的 就不是那么好 又抽烟 又赌博 然后又是离过婚 然后又有 离过婚又有小孩子 她那个 她那个 她那个前妻又常常来 三不死 来找她这样的 那么 这个女孩子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就喜欢上她 那喜欢上她 所有的人跟她讲 这个人不好 她都听不进去 她就一直认定这个人的好 那当你看到一个人好的时候 她所有的不好 你都可以忽略 当你执着她哪一点好的时候 那么 即使你知道她不好 你都选择忽略 但是如果你忽然间有一天 看这个人 看这个人很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执着这个人 非常不好的时候 她所有的好 你都忽略掉 我们就是这样 那个就是执着 那么执着起来 当别人讲她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听她讲 哇 这个人其实很好了 怎样怎样 其实她只对你好 会只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对你好而已 她说她听不进去 那我们对烦恼的好 也是这样 你啥好笑 真的 那你有时候自己也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反省 老实讲 但是有时候感性听不到理性的声音 真的 那所以有时候你会选择忽略掉 觉得也没那么严重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会忽略掉烦恼的过患 那因为你没有真实认知 这个烦恼的过患 所以你就选择放纵她 不处理她 姑息她 我们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姑息我们自己的烦恼的 真的 那所以就慢慢慢慢 她就越来越厉害 到后来你就控制不住她 你就控制不住她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说 因为你如实知的 所以重点就在如实知嘛 就是智慧 如实知是一种智慧 真的 你就不如实嘛 你知道的不如实嘛 你知道的是片面的嘛 甚至是假象 表象 你不是知道真相的嘛 你不是知道全面的嘛 你不是知道 你知道的是滋末的嘛 不是根本的嘛 所以你就 你才会怎么样 懒卓 那么赞叹 欺服住 那么你现在你知道的 你既不懒卓 不赞叹 也不欺服 所以 这个 非色夫所夫 非内夫所夫 知根本知经济 知处理 就对照 对照这个愚痴 因为她知道 这个烦恼的根本 知道烦恼的过患 知道怎么样处理 调服 处理 断除这个烦恼 就是调服 断除 处理 这个烦恼 就处理这个烦恼的势力范围 她永远控制不了你 那么 世民多文圣地子 不随夫生 不随夫死 不随烦恼生 不随烦恼死 那么我们要 我们要不随烦恼生 不随烦恼死 先要做到 不随烦恼而烦恼 尤其是随着别人的烦恼而烦恼 本来是她起烦恼 她的烦恼表现出在身口意上 身口 比如说她起了烦恼 她骂你 这个是她的烦恼 而且她控制不了自己烦恼的现象 当一个人很生气 骂你的时候 而且骂的是很恶毒的时候 很明显 她的烦恼 发作 她控制不了 她的烦恼 发作 而且她控制不了 而且她也不知道要调服 那么这个现象就会越演越烈 本来你是没有烦恼的 但是因为你受她的感染 那么你也起了烦恼 你执着她讲的话 执着她对你的态度 就是这里讲得了吗 受想行事 你执着 那么 那么 开始 你也起烦恼 你就跟她学了 然后就跟她一样了 那你也控制不知道自己的烦恼 然后烦恼对烦恼就越远越烈 你用烦恼影响我 我受影响了 我又用烦恼来影响你 那你又受影响了就这样 那么我们上一辈子受 我们这一辈子受上一辈子的烦恼影响 那这一辈子的烦恼又影响下一辈子 就这样 随夫生随夫死 那么一个事件 本来你在公司被老板骂 起烦恼 你忍住 回来 你对你的弟弟骂 或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太太骂 就是 你会发作出来 你不发作很难过 那你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 就把那个烦恼扩大 那主要不是这件事很严重 只要是因为你受了委屈 你回来 你又觉得 本来是小事情 但是那个委屈加上去 一句话 一个动作 一个 一个 一个不经意的眼神 就会让你倍感委屈 就把那个压力加上去了 可是这个又不是他的错 但是你也管不了那么多 因为你受不了了 所以这种东西就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那不断的演练 不断的演练 我有时候 前几天才在想 我就有时候看 这个人这样 这个人那样 那这个人来跟我讲 这个人怎样 那个人来跟我讲 那个人怎样 那我这样 我这样讲道理 他们都听不懂 他们也没办法接受 我就觉得 每个人都在演八点档的人戏剧 而且 演就算了 还怕人家不知道他是男主角 你还要打广告 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还真有趣 每天都在演八点档的人戏剧 而且 还怕人家不知道你是男主角女主角 还要广告 到处跟你在讲 我那个人怎样 我怎样 到底怎样不同 你想想 我就觉得 真的是人生如洗 但是我们这样看 我们也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也在演 那种八点档都是演那种爱恨情仇的 很少演那种 很少演那种像那种知识性的 没有都是爱恨情仇 那种婆媳问题 亲子关系 爱恨情仇 争财产 争什么的 一大堆都是这种 然后你恨我 我恨你 你爱我 我爱你的 演不完 演不完 那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演 又很爱演 实在是 那我常常想 你演就算了 你还要广告 还要到处讲给我知道 你演就演吗 就怕我不知道你是男主角女主角 那所以这种 有时候我们都好好想一想 真的 也这些没有意义 就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好 我们这种底下看 所以这里讲 因为他知根本 知经济 知处理 所以就不随夫生 不随夫生 其实就是有烦恼的时候 知道有烦恼 就好像你吃 吃食物中毒 你也要先去查 到底是哪一个食物 让我中毒的 为什么要查 以后不再吃这种东西 以后看到这种东西 不要买来 不要买来煮 不要吃 就这样 就像不要说食物中毒 会过敏 每一个人过敏源不一样 那你一发现到 你吃这种东西过敏 你要查出 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 让我过敏 查出那个过敏源 远离过敏源 就好像有人有发粉症 那怎样 一到这个发粉的季节 他就要戴口罩 不然他发粉会引起过敏 那有的人吃蚕豆 我看到他没有蚕豆 我吃了两颗 那有的人吃蚕豆 会有蚕豆症 他要知道 他以后就不能再吃了 严重会休克 那如果只是 就是很轻的 就算很轻的 我也不要啊 对不对 能够不吃我就不吃嘛 我吃这个身体会发热 我吃这个身体会发热 我吃这个会怎么样 会让我难过 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现象 副作用 后遗症我就不要吃了 好 我起这个烦恼 会伤害我 会让我现在未来 都立即受苦 以后还有后遗症 生生世世 还有印痕 还有影响 那我就尽量不要 能够不要就不要 简单的道理啊 问题是你没有 把他当作一件事情来看 你就觉得没关系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 我又没有受伤害 伤害的是他 我骂他 伤害的是他 我就是要骂他 我就是要骂他 他难过 我就是要骂他 不好意思 我就是要伤害他 可是你感觉到自己出了一口气 感觉到自己很舒服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有后遗症的 这个有副作用 未来会在你的身上产生作用的 因为你不知道 就好像你吃下去 哇 很舒服 很好 那就是人家请你的 那所以你就吃得很高兴 可是吃完了之后 问题才来 问题才来 那所以我们很好 就是你一定要想到 他的过患在哪里 他有什么样的过患 你要如实之 那当然你要先知道 我到底在执着什么 然后这个有什么过患 就未患理嘛 你把这个未患理 演练 不断演练 要演就演这个 你知道吗 要演就演这种 除恶 除烦恼的这种 那么你还好想 还好想 想久了 真的他就会变成你的性格 他就会变成你的性格 你遇到什么事 就会这样想 我们这个也都 这个叫职业病 但其实他不是病 他就是好习惯 好的习惯 你像买卖土地的 一看到土地 他现在会 他第一个观念就是 这个是汉地 这个是农地 这个是水利地 这个是什么地 有没有价值 那农夫一看到地 他已经先想到 这个是什么地 可以种什么东西 建筑商看到地 就是这个是不是 可以盖房子的 每一个人看到那个境界 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佛教徒呢 很简单嘛 看到这个境界 就先知道这个境界的缘起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无常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个境界 起烦恼 你要习惯这样想 要习惯这样想 想久了我告诉你 他就变成 他就变成你性格的一部分 所以你遇到很多境界 你一下子就分析出来 就是讲一讲 你不太受他影响 真的不太受他影响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说 因为这样多闻圣地址 那不随夫生 不随夫死 没有 不会随烦恼生 烦恼死 因为烦恼就不生 那么所以 就不会因为烦恼 而有生死 就五蕴生 这个色受想形式 就是五蕴的生死 五蕴出现了 五蕴又死了 就生死生死 就色受想形式 色疾跟灭就是这样的 那么 也不随夫从此事至他事 不随谋自在 一般讲唯谋所使 就是被烦恼所控制 那么不入谋所 不随谋所作 非谋所夫 解脱谋夫 有时候叫谋夫 有时候叫谋戏 有时候叫谋钩 用很多形容词 离谋所迁 收拾想形式 亦复如是 那么我的感受 我的想法 我的决定 我所认知的 我所认识的 我们就做种种 收拾想形式 好 那么这个是第128经 那它底下 后面有一些解释 我们就自己看 就可以了 那129经 好 那这129经 是讲五蕴的 不过它有讲到 那么阿罗汉跟佛的差别 好 我们来看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奇远今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有五运 那何等为五 为色受想形式 就五运 那他先讲色 色受阴 五受阴 就是五取阴 也就是五运 他说 比丘 于色 焰 离欲 灭 我们说 前面那种未换离 那么这里焰 离欲 灭尽 又有这三种 那么不起解脱 不起就是不起烦恼 不起猪肉 对就是这些 对这个色的直取不起 所以他焰了 焰 离欲 灭尽 这里解 焰 离欲 灭 不起解脱 因为不起这些直取 就是前面 类似向前面 他赞叹 戏 灭尽 贪 灭尽 那么 世民 如来 应等 证卷 这个是 这个是如来 佛 如是受想形式 焰 离欲 灭 不起解脱 就是 佛已经有了这个境界 已经能够 断除 对五运的直取 不再对 不再直取有这个五运 那么没有我见我爱 那么色寿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对于五运 我们把这个色寿 改成五运就是了 那就是身心 那么 焰 离欲 灭 那么他说 比丘 异于色 焰 离欲 灭 明 阿罗汉 会解脱 还有一种 就佛是 佛是对 佛是断除五运 那么 见得真理的人 会解脱 阿罗汉 也是一样 也是异于 也是在五运上 不直取 不赞叹 不懒拙 不被五运 所有的烦恼 所欺服 那么这个是 会解脱 阿罗汉 那还有一种 拒绝 他是 他说 如是受想形式 一样 就五运 就会解脱 那么他说 如来应等正觉 阿罗汉会解脱 有何差别 这里有讲两种 只是讲两种 就是 会解脱 阿罗汉 跟佛 这个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会解脱 基本上就 以智慧得解脱 他照这里来讲 应该不是指 会解脱 阿罗汉 就是我们讲 阿罗汉有几种 这里不是 这里不是那个 会解脱阿罗汉 这个名词 他是说 佛 跟会解脱 阿罗汉 佛陀 会解脱阿罗汉 那 一般我们讲 会解脱 是一个名词 叫做 解脱里面有所谓 会解脱 跟拒解脱 就是阿罗汉 就是阿罗汉有两种 那这个是阿罗汉 阿罗汉的两种 那这个会解脱是 没有根本定 没有神通 没有根本定 没有神通 所以也没有神通的 那么拒解脱是 有定 有根本定 根本定就是四场八定 但是他有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不是根本定 那么有神通 他是没有根本定 也没有神通的 但是他都解脱生死 所以我们说会解脱 基本上我们想到会解脱 但是依照这个经文来讲 他不可能单单讲会解脱 所以他这个 他的会解脱是这样 一会得解脱的 就是前面的 这个就是智慧多文圣地址 那当然这个智慧多文 就是什么 无我 如实之无我 那么他就是阿罗汉 一会得解脱的阿罗汉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里 就是他不是这里讲的 会解脱阿罗汉 不是会解脱阿罗汉 会解脱阿罗汉是一个名词 但是这里是 一会得解脱的阿罗汉 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 因为他不会特别 把会解脱阿罗汉拿来跟佛比 要比就是阿罗汉跟佛有什么差别 照理讲 就是阿罗汉跟佛有什么差别 阿罗汉跟佛有什么差别 那么他只是在解释 这个阿罗汉前面 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一会得解脱的 他这个是有定有会 定会具足 定是指根本定 他这个没有 他这个只是会 他没有定 他这个是会 会解脱 这个是定会解脱 所以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一会得解脱的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会 这个是会 这个是定跟会 具足 这个是具足会 如果定是没有 但是有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不是真的 还不是根本定 那所以 照理讲 所有的阿罗汉 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会解脱 一会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那只是在说 有神通 有定的这一部分 就变成我们叫具解脱 那就变成有会解脱 具解脱 但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一会得解脱的 所以智慧多稳 他才是成为圣地子 所以智慧是佛法的根本 那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 就是无我的智慧 圆起的智慧 所以如果照这个经文来看 他不是单单在做 会解脱跟佛陀的差别 会解脱阿罗汉跟佛陀的差别 而是阿罗汉跟佛 两个都是正无我 那么 那他这中间有什么差别 应该是这样 你看他最后 世明如来 罗汉差别 有没有 最后 最后 第 就是 倒数 这个经文倒数第二行 世明如来如汉差别 有没有 所以他 很明显的 他是讲佛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 他不是讲佛跟慧节头阿罗汉有什么差别 好 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的 他说世明阿罗汉会解脱 其实就是阿罗汉一会得解脱 阿罗汉一会得解脱 要这样念才比较清楚 不然你会说这个是会解脱阿罗汉不是 他不是在讲这件事 因为他看他看他最后 这个主要是在讲阿罗汉跟佛有什么差别 所以他说阿罗汉一会得解脱阿罗汉一会得解脱 这个是佛 这个是佛跟比丘 佛问比丘的 这个是佛直接去问比丘 比丘你说说看佛陀也是如来正等正诀 他不叫做会解脱不叫拒解脱 他基本上叫等正诀 无上正等正诀 那阿罗汉叫做解脱 是一致会得解脱 那么你说说看 那么佛陀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 这个如果你被佛这样问到了 那怎么办 如果佛忽然间出现的时候 比丘要来 我问你一下 你说说看 那如来已经成等正诀 那么已经正得无我 那阿罗汉一致会得解脱 他也是正得无我 那两个都正得无我 那你说说看佛跟阿罗汉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正得的无我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要怎么讲 好 我们往底下看 这个是佛直接问比丘的 那如果是比丘听到的 那佛是 他常常会讲佛是法根 佛是法眼 佛是法的根本 一切法都从佛出来 那佛就最知道了 佛教我们佛知道那么多 我们怎么敢在佛面前 好像刚刚刚面前耍大刀一样 那一定是 那就算知道也不能就 一下子就讲了 因为佛是最知道的嘛 我们知道的可能不能完全 就是佛是法根 佛是法眼 佛是法义 所以就是 那么佛是一切法的根本 知道一切法 具足一切法 那么应该是佛来跟我们讲 所以 那么请佛来就 因为佛会接问表示说 其实很多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弄不清楚 或是有很多人有疑问 有很多人觉得 有一些观念他不太清楚 有疑问 那所以佛就借这个机会 把它当作问题 那问出来跟大家说 那 比丘就说 那请佛为我们大家说 那我们知道了 当然依教奉行 那佛就跟比丘讲 仔细听仔细听 好好想 听清楚想清楚 就是说听清楚想明白 那么我现在为你讲 如来应等正觉 就是我比方讲 无上正等正觉 那如来就是佛 应应够等正觉 那么就是完整的 完全的 正入了菩提 正得菩提 那么未曾文法 能治觉法 那么通达无上菩提 以未来是开觉 生文 二位说法 就 就开示 让生文觉悟 就是说法让生文觉悟 叫开觉 就是未来 那就是他 为什么说未曾文法 人治觉法 通达无上菩提 这个叫做佛 他是 没有人叫他成佛的 他是自己成就的 叫做创觉 叫做一般我们叫先觉 或创觉 就是在他之前 并没有人成佛教导他 那佛成佛之后 跟阿罗汉讲 那么就是阿罗汉是依佛 而解脱的 那佛是自己解脱的 那他是第一个 之前没有人讲过 缘起法 没有人讲过无我 没有人讲过中道 没有人讲过世地 没有 那如果有 那佛就一日修行 就得解脱了 但是没有 所以佛是自觉的 创觉 创觉就是他第一个 或是先觉 有我们叫先觉 觉后觉 然后自觉 自知 自作证 自己觉悟的 那这里是在讲这个问题 那阿罗汉就不是 阿罗汉是佛弟子 阿罗汉解脱是因为 听了佛的解脱法 而解脱的 那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是第一个差别 他说那个佛跟阿罗汉 有什么不一样 他在问这个问题 是吗 那这个是第一个差别 佛是先觉 创觉 那阿罗汉是依佛得觉悟 佛是自己觉悟 这个是第一个不同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在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 这个 他叫他仔细听 听清楚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 佛未成文法 能知觉法 就是之前没有人跟他说 缘起无我这个观念 中道师弟这个观念没有 但是他自己觉悟 那么能够证得无上菩提 那为这一些声文 讲 讲怎么证得无上菩提 怎么证得菩提 的法 四念处 四正经 四如一族 他归纳了 那这个当然是佛不是这样讲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声文把它归纳起来的 就是布派 四念处 四正经 四如一族 五根无力 七觉之八正道 就是后来变成所谓三十七道品 那佛就是 透过不同的人 他也许跟他交四念处 也许跟他交五根 也许跟他交五力 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有的 没有学佛的就强调信心 那么已经学佛的 他可能强调 强调这个定跟会 那在家人可能强调 布施跟慈见 那出家人可能就强调 修订跟修会 解脱 就不一定 那总结起来就变成 这里讲的 四念处是正经 四如一族 五根无力 七觉之八正道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不只是这些 只是这些是被 各个纳起来 比较重要的 叫做三十七道品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第一个是 佛是自己觉悟的 那么阿罗汉是因佛而觉悟的 那佛为这些阿罗汉 讲怎么觉悟 开觉 就是开示 如何觉悟 那么 而说法的 为这些声闻 那么开觉 声闻 就是为这些弟子 那么开示 那么为他说法 教导他要怎么样得觉悟 其实是这样 那并不是 并不是佛从这一些法都一一修 不是 当你要从山底下 跑到山顶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就选择一条路 就上去了 或是跑了这条路不行 依佛陀来讲 他跑了三条路 依佛陀来说 他跑过三条路 第一个就是跟这个禅定修禅定 后来修到一个地方卡住了 他又跑另外一条路 修苦行 又卡住了 他自己找路 走上去了 爬到山顶 你从山顶看下来 你就知道哪里有路 哪里有路了 你在底下是看不到路的 但是你一到山顶 就好像你爬到高楼上面 你就知道那个哪里有 那你在底下你是看不到的 你一走到山顶 从山顶往下看 你就知道哪一条路可以上来 哪一条路可以上来 其实是这样的 那并不是佛修事念 俗事正行 武功武力 不是这样 但是归纳起来 就是从不同的人告诉他 你可以从这里来 你可以从哪里上来 你可以从哪里上来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这一些的核心 都不离开戒定会 都不离开文师修正 其实是这样 他可以分析 就是说你到山口的路 就有这一条 但是从这个底下 到这个关键处有几条 基本上是这样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看佛陀也没有说 这些他一般说的 山顶道品这些 因为他就六年的时间 六年的时间多数在苦行 那其他的是 还有修禅定 他哪有去 他好像也没有修过不经管 对不对 没有看他有修不经管的这肯经验 但是他叫人家修不经管 他教了很多 并不是说他都一一之前都修过 没有 但是这一些都其实原理都一样 比如说这里是 这里是须弥山顶 比如说这里佛在这里 那修不经管是这么高的 假设这么来说 那这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么佛假设 他这里 从 要到这里 要到这里也许 这里有一条路 也有很多条路 这里有很多条路 反正就有一大堆路 你要从哪里上去 从哪里上去 非常多的路 那佛一开始也是 选择当时 佛选择是当时 认为已经解脱者的路 就修禅定 就阿罗罗加兰 他婆罗摩罗子 他已经修到飞响飞响了 假设他爬到这里了 他爬到这里 然后他觉得这个不行 就选择另外一条路 这个苦行外道的 也许是另外一条路 但是他们也是有修定的 然后到这里又不行了 然后他自己再找路 再找上去 他一旦找上去了 只有这一条路 只有这一条路 没有其他条路了 但是这一条路 底下有很多条路 可以到这里 可以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之前 就是定 这里是定 这里是苦行 戒 基本上这个是 假设这样 他回过头来 比如说这里是戒 我们看一下就会知道 假设 他这里到这里 只有这一条路 然后假设这里 他戒 他又回过头来走这一条路 就不行 他又走 因为他已经有定的经验了 所以他很快就到这里 然后走路 就一直走上去了 那假设我们说这里是戒 这里是定 那他已经修到飞翔飞翔了 已经有很定了 那他已经定 他已经有条虎凡脑的能力了 只是他修苦行而已 修苦行 那苦行比较偏戒 但是他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这个他是认为这里可以到 没有路 他们这些路都不到 到这里就没办法了 那修苦行的 他也是可以到这里的 那基本上就是 他修定到这里 然后又依苦行的 然后比如说他也许 比如说从这里到这里 那么他修了之后 他发现还是不行 所以他自己走路上 他觉得这个不是顶 依禅定来讲 是到这里就是顶了 这里就是顶了 他没有他没有再说 他认为这个就是解脱了 一般如果依修禅定的 当时 当时他两个老师 阿罗罗加兰跟他佛罗 他认为到这里就是顶了 就是成就了 就是正觉了 但是佛陀发现不是 那个时候还不是正觉 所以他就自己找路 再找到这里 到上面才发现是正觉 那他从上面往下看 他就知道哪里有路 哪里有路 你这里是哪一个关键 这里一个关键 这里一个关键 那你要掌握那个关键 你就可以到达那里的路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修行就是这样 找到那个关键的点 然后就上去了 那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从这里走的时候 你要走哪一条路 如果你从这里走的时候 你要走哪一条路 如果你从这里走的时候 你要走哪一条路 所以你看五根五粒 都种在信 以信为绝 那信就是对 你还没有 对佛法还没有理解的人 不相近的人 他第一个就是要信了 那你不信 你后面就不用讲了 但是你看 你看八正道 第一个是强调政见 那么有一些就没有 像四念处 他就没有了 他就直接是深受新法 直接正念正定这样修了 因为他前面已经具足了 那四正情又不一样 那师儒欲准 欲准新官 强调你要那种动力 那个已经是 已经是有信 然后有精进了 那有政见了 那这种就是你不同的人 他告诉你不同的方法 从哪一个地方上去 因为他站在上面看 一目了然 那你在这里看 就又还不一定看得到 在这里看就更不用讲了 你都看不到这里 你哪里就到这里 我路要上去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站得越高 那么你看得就越清楚 你掌握的资讯就越多 那他已经到顶了 那并不是表示说 这些佛教我们的 他全部都自己修过 没有啊 那但是他知道 这些路是可以上来 但是他的原理是一样的 最后都是要断无我 最后都是断无我 断我直 断我直正无我 好 所以你看 他这个通达无善普提 那么可以为声闻说法 然后讲这个 四年处是正经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觉之八正道 八正道之 那么比丘世民如来 等正觉 为德而得 为利而利 知道 分别道 那么 这个如果从菩萨道里面 人讲叫做道种制 就是 知道一切 就是 知道一切修行的差别 而且能够教化众生 那不是所有的神文 都有这种能力 那这个在波罗经里面 叫做方便 方便的智慧 能够教这个众生 阿罗汉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 比较厉害的算是舍利佛厉害 穆建年厉害 富罗纳厉害 加山也厉害 七个而已 几万个阿罗汉不是每一个人 正解脱都能教人的 也不知道怎么教人的 不一定 就是不是那么会 那所以 这个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所以你看 意思就是说 佛能够为阿罗汉说法 为很多所有不同的众生说法 说都能够让他得利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都有这种能力 为得而得 能够让 没有正德的人可以得 没有利益的人 可以得到利益 还没得到利益的人可以得到 没有正德法的人可以正德法 没有正无我的人可以知道无我 他了解 明白 这个道 苦极灭道的道 就是试炼做事正经是如此 这些方法 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爬上这里来 可以爬到最高的位置 就是可以成佛 可以解脱 而且他了解 每一条路 就是每一个修行方法的 那个关键 好坏 那么适应的众生的根基 他都知道 但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都可以 而且他也能说 而且通道 贯通 所以 他能够成就 佛地址 诸生文 而且可以教授教见 这个叫做一切种智 我们讲佛有一切种智 菩萨有道种智 有时候讲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这个有时候讲的不太一样 一般如果一大之后里面讲 就是一切智 一切智是生文的智慧 那么所有的一切智就是智一切法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佛是一切种智 所以佛可以教化菩萨神文 这个是菩萨 所以菩萨要有方便会 这是神文 这个是菩萨 这个是佛 有一些差别 如果从大圣来讲 那这个是扎阿汗里面 布派里面 你看布派里面就在讨论了 八明菩萨里面就有 阿汗经里面就有 你看 佛跟阿若汉 有什么差别 那决定是有差别 所以后来就说 那一样都要解脱 一样都要修行 那我能不能像佛一样 我修行到究竟像佛一样 我不用说到像阿若汉一样 都是究竟 我要像佛这样的究竟 佛无上 阿若汉才有上 阿若汉上面还有佛 所以后来大圣 其实也是有理由的 那毕竟虽然都是解脱 虽然都是解脱 但是佛这种解脱更了不起 他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佛可以教化那么多阿若汉 但是阿若汉教化的众生 远远不如佛 能力远远也不如佛 虽然他们是阿若汉 就算会解脱 舍利佛 舍利佛教化的能力 算是一等一的 跟佛比 都是很渺小的 那如果我们要修行 那我们为什么不成就像佛这样的修行 其实就是这样 后来大圣会兴起 其实也是要跟佛学习 好 所以你们看 这个是第二个差别 就是佛所知的这个道 就是修行的方法 远远超过阿若汉 阿若汉通常都是 他怎么修 他就怎么教 阿若汉 比如说 木剑人 他主要是依神通 然后得解脱 依定 然后以化会 那么所以他教的方法 通常都是先怎么证得神通 那佳张言 比较偏向于分别法义 所以他 你跟他学 他当然 他就从这边录的 所以他就教你说 你第一步先做这个 那如果你跟大家设学 大家认识苦行的 持戒的 偷偷行的 你去跟大家设学 他告诉你解脱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要偷偷行 早义知足 反正就是这样 但是佛就不是 佛知道哪一步 哪一个人适合哪一个法 哪一个法 你走到这里 接下来要走哪里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态 你应该走什么路 他知道 但是阿罗汉不一定知道 阿罗汉 阿罗汉不一定会 气离气息地教我 他是佛会 不同根性的人 给他不同的方法 那通常 比如说 我们这边也是 那么念佛得到 有一些境界的人 他就教你念佛 你就跟我好好念佛 持戒的就教你 好好跟他持戒就好 那个参话走的 他有一些境界 或是他一生都是修仓华的 他也只知道这个法而已 他就告诉你 你就是这样修 你就可以解脱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佛就不是这样 他来了 他不是我所学的 我教你 而是我知道 你应该要修什么成就 我教你要怎么修行 他这些他不一定修过 但是他肯定知道 贯通 他可以教你这些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差别 好 那其实这个是在讲差别 所以他能够知道 分别到 说到 通到 通达这个道 能够说这个道 然后能够分别 这些道的不同 道就是修行的方法 就是修行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些 诗天助识正经这些 他知 他了解 这个道 怎么修道 也能够分别 这些每一个修道 比如说你不进观跟属习观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那什么样的人 适合修不进观 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属习观 他能够分别 能够清楚 而且他能够讲 你知道你不一定讲得出来 不是讲得很清楚明白 不一定 你知道你不一定可以讲出来 讲出来不一定人家知道 就是你知道的 你不一定能讲出来 你讲出来的人 听的人不一定知道 你在讲什么 其实是这样 然后他通达这个道 这个跟这个是什么关系 法跟法要通 就是这样 这个跟这个什么关系 这个跟什么关系 你这样走 究竟到哪里 最后到哪里 他都知道 所以他能够掌握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你看佛所在说法 跟阿拉伯在说法 你就知道不一样 那 妇人成就诸生文 教授教界 所以佛能够成就 这些佛弟子 所以我们说佛是一切总次 其实也是这样 这里都讲等正觉 等正觉 那么等正觉 一般叫做翻作正等正觉 那其实如果白话 就是圆满完美 无缺的觉悟 基本上是这样 那阿罗汉也是三秒三菩提 但是他不是无上 他不是阿六 阿罗汉 阿拉伯 三秒三菩提 他也是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 也基本上就是圆满完美 无缺的觉悟 但是他不是阿六 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不是无上 因为阿罗汉上面有佛 佛明显比他高很多 所悟的 所通达的 毕竟比他多 那所以他说 这个佛跟阿罗汉的不同 如是说正顺心热善法 正就是正确 顺就是趋向 顺于这个趋向那个 正确趋向心热善法 正顺是正顺解脱 一般叫做正顺解脱 所以正确趋向解脱 那么欢喜 那么羞耻 这样的一个法 那么一切可以 一切可以趋向解脱的法 都是善法 世明如来 罗汉差别 这两个不一样 我们可以翻到 这个是运相应里面讲 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410页 立相应 410页 410页 好 这个是道品 道品送里面 立相应的 五立十立 这里也讲到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那这个就不是前面那个了 这个就扩大 扩大讲 410页 410页 立相应里面 41经 那如果是杂阿罕 它是六八四经 好 我们也顺带来看 这个是 立道品送 这三期道品里面 五根五立 那因为讲五根五立就讲到 那么这个五学历 如来十历 如来有十历 那声闻有五历 声闻五历 信进念定会 那如来有十历 那这些差别 那就讲到佛跟阿罗汉 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就可以对照看 前面是讲佛是先觉 那佛有一切种智 那阿罗汉只是一切智 一切就是了解 无运无我的智慧 因为一切法是十二处 那么他只是知道 无运无我的智慧 但是佛的智慧 远远不止这些 好 那这个 这个41经 就是立相应里面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说 佛跟比丘讲 那么如果比丘 佛一色深艳离异灭 你看是一样的 前面是一样的有没有 不起解脱有没有 他这个不起就不起烦恼 解脱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 他标点五号不一样 我们可以对照看就会知道 就不起解脱 前面是一样的 跟这个五音诵里面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部经 一二九经 前面都一样 四名阿罗汉 三秒三佛陀 你看他也是三秒三佛陀 但是他前面是先讲如来应等正觉 那么后面才讲 这个四名阿罗汉 但是他没有讲 你看 那个前面那个经是 阿罗汉会解脱 那这个是阿罗汉三秒三佛陀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对照看 那所以他基本上不是指会解脱 而是一种 是正阿罗汉 那三秒三佛陀就是 他一智慧得解脱 我们说他圆满完美的正德 那么解脱 就是觉悟了 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 不打 三就是正确的意思 所以三秒三佛陀就是正等正觉 这个三不是一二三的三 它是音译 它是正确的意思 所以正确圆满的觉悟 所以这个是智慧 所以你看这个经叫做 阿罗汉三秒三佛陀 那我们这个五音诵里面是 阿罗汉会解脱 那受想形式一如是说 若父比丘于色 深艳离遇灭尽 那他这个三秒三佛陀是指佛 不是指阿罗汉 他是指佛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说阿罗汉三秒三佛陀 前面是指佛 那没有 他这个也是会解脱 对 他这个也是讲会解脱 那前面是指指佛 指如来印证等觉 那这里是指阿罗汉三秒三佛陀 他这个阿罗汉也是佛 佛也是阿罗汉 所以他不是 但是他后面写的这个阿罗汉 这边前面翻的是阿罗汉 那其实是 他是一样的 那么后面他讲 他也是会解脱 他也是会解脱 所以我看错了 他是两个都是一样 两个都是会解脱 我以为这个是指不一样的 好 那但是他说阿罗汉解脱 跟佛的解脱 这一致会得解脱 和佛的等证诀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好 那前面 前面基本上都是一样 后来我们对照看 前面基本上是一样 我拿来对照看才知道 前面是一样 但是后面就不一样 他后面 后面也一样 但是这里前面到这个 八圣道这里都一样 那后面我们看 他又再增加 增加这个武学历跟如来实历 这不一样 所以前面这一段文 跟这个立相应的前面这一段是一样 那只是道品送立相应增加了很多 增加如来实历 增加如来实历 所以他说 还有一个差别 前面讲到两种差别 一个就是佛是 佛是自己觉悟的 阿罗汉是依佛得觉悟的 另外一个是佛是 知道一切道 那么阿罗汉只知道解脱的道 怎么样得解脱的道 但是佛知道一切得解脱的方法 那阿罗汉知道 根本得解脱的方法 那再下来 再下来我们看 他另外的分别就是 武学历跟如来实历 那这个就是 后面就是如来实历 我们就不仔细看 等讲到这里都再来讲 就是有实历 处非处 处非处 如实之 那么这些 那么 第一个就是处非处 就是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有四处 无有四处 就是你要先有证件 这样是没道理的 这样修是不可能成就的 你要先明白 那这个是第一个佛 佛一定是知道的 然后后面 基本上都是讲如来实历的 讲到最后 都是全部在讲如来实历 那生文只有五历 那如来有实历 那这是 如果讲佛跟阿罗汉 有什么差别 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有这三种 就是如来展现出来的 智慧 那么知道 就是他拥有的这种作用 然后还有就是 他先自己觉悟的 那生文是依佛觉悟的 据说啦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在阿罗汉里面 如果佛不说法 如果佛不说法 那么能够解脱的 大概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舍利佛 一个是大家舍 那舍利佛不知道 但大家舍肯定是可以得解脱 大家舍也有知见 他真是跟 就算我没有遇到佛 我也是可以得解脱的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大家是辟知火种训 他肯定可以得解脱 但是他遇到佛 更早得解脱就是了 那舍利佛应该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 不是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了 就是可能就是这两个人 那么 这个假设佛不说法 他那一生 就是他在佛出世的那 就是他这一生 也是可以得解脱的 那其他的人就不一定 可能就不行 可能就不行 那所以这个就是 佛跟阿罗汉的一个差别 好 那我们就稍微注解一下 就是看到这个 佛跟阿罗汉有些什么不同 那这个是 那遇潜事势里面讲到有四种 这底下我们就看 好 我们就早上就先上到这里